就是今天的開始 然後就是大概明天我們就會坐飛機回去 然後今天要關一些書店 有些是二層書店 那他們現在先進去了 這一間 那我們要進去了 那等一下看還有去哪裡再拍給大家看喔 再拍一張照片 然後再拍一張照片 再拍一張照片 再拍一張照片 就把照片給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接下来要去子福利美术馆 然后现在在吉祥市下车 这附近也很热闹 看完吉普利的展览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 然后我现在心情有点不好 有点不好是那种 气自己又有点想哭 气到有点想哭的感觉 因为我唯一大概能拍的部分 就是外面的部分给大家看 可是我居然忘记 也不能说忘记 就是我不知道看 还有个东西在顶楼 所以我就没有看到 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拍给大家看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就我自己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也不想要做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生气 需要一点时间平复 然后等一下要去关吉祥市的商店街 希望我能忍住不要哭出来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我花了钱买它 我还没有看到我想看 所以晚上我差点忘记要录今天的收尾了 然后刚刚在生理行李 然后现在应该算是整理的差不多了 行李 其实我说一说后来发现 其实我的心理 还挺少的嘛 20公斤 用不到15公斤喔 那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要去坐飞机 然后告诉我在免税机场 再买一些东西 因为还有剩一点日币 那就明天见啦 掰 掰 我们要去机场了 不要这样 你这样走的话我就让你们入境喔 现在在机场逛免税店 然后手上买了一堆东西 然后都不是要给自己的 都是要分去送伴手礼用的 然后我刚刚有买一个金箔蛋糕 我想说买回去 给我妈吃吃看 背奔登机后 背面全部都是汗水 然后后面有点衣服里面 那件有点冰冰凉凉的 终于要回台湾了 终于要回台湾了 哇 坐姬姐 然后到了桃园安 要坐高铁回家了 觉得好累喔 然后托着奔送的行李 哇 坐姬姐 然后到了桃园安 我终于到家了 满满的行李 要整理 好累喔 现在时间 才晚上六七点吧 没有拿手机 然后我要赶快先把东西整理整理 然后把该要分类的分类分清楚 然后要送人的就赶快处理一下 然后我要赶快去洗澡 虽然今天的行程就是做 坐飞机 但是还是很累 因为毕竟玩了这么多天 那这一次的日本行就到这里啦 那之后再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 拜拜